5月7號本台新聞報道 待在和美的陳信豪離開家後就無效無心 她的媽媽在母親坐進場 相信老百姓希望大家跟她一起找兒子 經過10天後團出好消息了 離開家的陳信豪在早上找到 她的父母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媒體健康和社會台中的幫忙 讓她的兒子可以平安回到家 四中三十八天的陳信豪在早上上回來了 但媽媽說 原來陳信豪離開家出走只有165元 今天走到六港天休宮 沒有錢吃飽到淋水 拿媽祖的湯仔製品來吃 睡在公共便宿 有當初用便宿的水來洗身口 七天後 陳信豪又沒有走到中華火車頭附近 帶到家的友情話 後來家友介紹她去南苗路的店南宮 去做鎮香頂頭雅基仔 等到家裡又多了一千多元 和一台中古腳六車 宮主看她沒有錢 又可以拿錢到今天送給她 媽祖廟裡面有湯仔有偏 去那邊吃湯仔 樓梅一個禮在那裡 一個禮在那裡 可能看我沒有去那裡找她 又坐車出來去中華這樣 在那中華車頭那裡 過六天我也有去找都找不到 她在那裡遇到街友 叫她去中華 經過三十八天的歡樂 陳信豪平安都回來 但媽媽非常感謝母音 帶到警方和通報警方的網友 因為網友也是看到連書的新聞 才知道有人在找陳信豪 才可以通報警方把陳信豪帶回來 很感謝社會大眾到三天 議員代表和警察先生都很幫忙 管議員由水春第一時間到談戈 向陳爸爸和媽媽共喜 由議員說 今天平安無數的回來是最悶悶的 在離家出座 一國外的陳信豪已經找到了 陳爸爸和陳媽媽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社會大眾到三天找到 當天找到就是 我們的朋友看到學信的資訊 去補我們中華、鐵路警察局 陳媽媽第一時間 接著這個消息就趕緊去確認 到底是不是 確認陳信豪很高興 但媽媽說 經過這次的事件 他想到一刻 就是要學校幫手 讓孩子自由發展 過得保護電動不好 他也會跟孩子做朋友 跟陳信豪這個分享 新來的事情和社會的關聯 新中華新聞黃俊懷 和美 蔡宏佛東